郭台銘的連署11棟即將正式起跑 而他的第一個連署地點 就是選在板橋慈惠宮旁的南門街上 我們可以發現的是 現在相關的辦公室設備 似乎都已經陸續到位 新北市警察局高度戒備 社群落戰 就怕未來這裡人多是多 因為郭台銘不只要突破 二十九萬基本門檻 還想直衝一百萬大關 我可以保底三十萬的基本門票 可是你要說八十萬一百萬 我只能說我努力拚 我現在壓力三大 總統及連署 人力設備資源缺一不可 郭震營一口氣發包 二十家公關公司統包辦理 看似沒問題卻暗藏風險 若完成一份連署書 卻有對價關係 恐怕觸碰違法紅線 傳出一份兩百元 談論這個錢就好像 就是過分的熟悉 從來都不知道這個兩百塊的說法 我看到這個報導 我覺得啼笑皆非 那算法完全外行 廠商簽約每一個預算項目條列 還有考核的機制 我們當然都是要跟廠商談啊 這個應該是業界的嘗試吧 還沒開始正式連署已經炸馬滿天飛 正式進入連署階段 有些問題並非超能力就能解決 連署人必須千張外還要付上身份證贏本 就讓連署書裝訂審核 過程相當繁瑣 所有連署書收回來 你還要花一個禮拜的時間整理 中選會規定每個要打流水號 每五十份 還要做成一本 這樣頭扣七天 尾扣七天 你真正的動作其實只有三十天 時間根本不正在郭董這邊 破百萬連署難度究竟有多高 2000年宋楚瑜設下的百萬目標 最終有效分數僅約八十萬份 2022年宋楚瑜則調製四十四萬份 整個連署期中間 宋的民調差不多都是四十幾% 現在你是十幾% 你說要激起百萬浪花 那個是有很大的困難 相靠連署撞到神室 郭台銘沒想到 理想雖豐滿 現實卻很骨感 靜新闻線前蔡神佑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